新日季精英杯賽事 星期日來到青衣運動場 由重返頂級聯賽的港會 面對季初積極擴軍的冠中藍區 港會今季組軍闖撤 但今場開球僅僅30秒 就受到意外驚喜 陣中主力羅賓士高 左路競射破網 對方門將五位謙避盡都撲不到 港會領先1比0 港會上半場初段表現不錯 15分鐘前鋒廢看華回傳給閃拍得 以為剛剛革命的翼鋒 退順左腳競射 可惜角度太正被對方門長接實 半中藍區之後站穩陣腳 19分鐘錯失入球機會 後衛度度壓上前場 再傳給助助目周 他順勢推入禁區起腳 可惜球最後中柱彈出 24分鐘又是助助目周的機會 習亭鋒左路斬入禁區 港會後防解圍不遠 助助目周控定再勁抽 但過不了對方門長 比得史密夫 但港會之後一直不帶腳解圍 南區很快搶回球 簡家亨隨即斬入禁區 造就夏志明美柱輕鬆頂入 25分鐘南區追和1比1 南區之後還有機會 32分鐘鄭展龍後場策動反擊 史提芬彭里拿左路推進 退大位後起腳射門 可惜角度太正 未能製造太大威脅 半場兩隊踢成1比1平手 犯入更衣室 換變後 現場落起大雨 52分鐘線後港會的攻勢 閃帕特和入球攻神羅賓士高 在右路做歌撞場 但閃帕特射門 省中人後高出 南區之後換入谷營之 受氣鄭展龍 希望加強攻力 61分鐘集停封左路傳中 夏志明窩里一射 可惜射門不中目標 3分鐘後 港會受到壞消息 羅賓士高中路產地集 霆鋒 拿到今場第二面王牌 兩王一 紅夏悲觸理搶 港會餘下時間 需要打少1人 南區打多過後 控制大局 68分鐘助中牧洲禁區內推橫 被對方守衛力迫下起腳 緊緊抽高 85分鐘一直捱打的港會 出現反擊機會 後面入替的重真紅 搶到球後 右路大步推進 再還傳給後上的炎天健 但這名小長太急起腳 港會錯失再次領先的機會 今場球普時長達9分鐘 南區尾段瘋狂搶攻 谷營至左路開出角球 到達近處 投錘頂入 南區反超前2比1 全隊都相當興奮 再次領先 想完場前港會差點追平 界外球直接丟入禁區 那球輾轉落到霍奔人腳下 二名中堅立即轉身狂抽 但那球僅僅仲妄則 最終半中 南區以2比1險勝 下半場中後段 得10人應戰的港會 順利全取3分